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洛泉后仰视探坐座位上 皮肤已经变色 头部太阳靴处有一个洞 身上的血迹已凝固 一旁还有一把一区手枪的枪支部 洛泉是广州市花毒区探布着大窝村委副主任 他还在办公室留下一张字条 上面只写了一句 黄某某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黄某某是大窝村另一名村干部 也是上届大窝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8月17日 洛泉的妻子来方化名向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表示 丈夫和黄某某均当存账布十余年 过去关系很好 去拍档 上届村委会上 黄某某阻止丈夫入党 导致二人关系变差 来方称 在事发之前 未发现丈夫异常 事后听说 丈夫被黄某某举报了 来方认为 丈夫是被黄某某害死了 在电话中 黄某某回应澎湃新闻称 他不清楚洛泉是否被举报 他没有举报洛泉 泰部镇党任办工作人员表示 警方调查初步认定 洛泉系自杀 家属对此结论也认同 华都区位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着 目前该世纪警方仍在调查中 洛泉家 澎湃新闻记者程序后徒子在村委会版公事 初步认定是自杀探布镇 大窝村 位于广州市华都区西南部 与峰山市三水区 乐平镇相邻 沿着华都大道了的一个路口 往北馆 即进入大窝村 大窝村委会大楼临近省道路口 附近是两排商铺 现任大窝村村委会共有起名村干部 其中直博虫是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洛泉是村委副主任 黄某某是村党支部委员 村委会办公了 是一栋两层楼房 洛泉的办公室在二楼 最早发现洛泉死亡的人是他的职儿 洛泉化名 拉方回忆说 八月九日七十许 洛泉开车出门 支伯同说 是后朝看见控视频发现 当日不到八时 洛泉进了村委会大门 一名大窝村村干部表示 村干部一般九点左右到村委会大楼上班 早上七点前来了有点反常 是八当日 大窝村有三名村干部 需到镇上开会 没去村委会 故推断洛泉到村委会时 没有其他人在场 直博虫和洛泉的女儿洛泉化名君表示 当日早上 洛松给洛泉打电话 没有打通 便来村委会寻他 去直博虫介绍 洛松看见洛泉的车停在村委会门口 去洛泉的办公室找他 发现门已被赶锁 通过窗户运约看见 洛泉坐在椅子上 没有反应 洛松有不好预感 找直博虫要钥匙 而一位环卫公阿姨的知情换后 报了警 直博虫表示 他当日九时许到了村委会 他的办公室就在洛泉的隔壁九时左右 打开门后 直博虫发现 洛泉后仰视探坐在座位上 皮肤已经变色 头部太阳宣处有一个洞 身上的血迹凝固了 一旁还有一把移属手枪的枪支物 洛松 洛泉都看过是发现场 他们证实了直博虫的这一说法 直博虫估计 洛泉的死亡时间 在早上七到八时之间 直博虫拉方军表示 警方经调查后 初步认定洛泉系自杀 家属对此认同 并签了字 8月17日下午 探布政党侦办一名工作人员 回应澎泉新闻称 警方初步认定 洛泉属于自杀 留下字条者不会放过另一名村干部赖发 直博虫等人均表示 他们看过现场 发现洛泉生前在办公室留下一张字条 只有手写的一行字 黄某某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直博虫说 他认识洛泉的字 那张字条应该是洛泉写的 之后警方拿走字条 并做了字迹鉴定 8月17日晚 洛泉的女儿洛泉透露 字迹鉴定已有结果 是父亲写的 黄某某也是一名村干部 且曾与洛泉交好 据大窝村村民介绍 大窝村下下三个自然村 人口较多的是大窝村 是大村 另外两个小村分别叫太平庄和欧村 其中 洛泉是大村人 黄某某是太平庄人 来方说 丈夫和黄某某都当了十余年的村干部 此前两人关系一直很好 属于排档 相互支持 据直伯同介绍 大窝村共有人口两千多人 有效选票约一千七百张 其中 大窝村有七百多张 太平庄有三百多张 欧村有六百多张 要选在村干部竞选中获胜 一般要获得两个村的支持 直伯同表示 他和洛泉 黄某某都在村委会干了十几年 此前洛泉和黄某某关系较好 而他和黄某某存在竞争关系 在上一届村委会中 黄某某是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洛泉是村委副主任 直伯同是村党支部委员 然而 在去年的幻届选举中 黄某某落选 成为村党支部委员 而直伯同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村外主任 洛泉依旧是村委副主任 因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由一人担任 任村委副主任的洛泉 实际上是村委会的二把手 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多年 来方向澎湃新闻表示 在上级村委会中 丈夫打算入党 但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黄某某担心丈夫入党 后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 便故意刁难 这导致两人关系变差 对此 直伯同意表示 因当年的入党问题 两人确实产生过矛盾 来方称 是吧前 丈夫没有任何异常 未留下任何遗言遗书 家属事后听说 黄某某把洛泉举报了 加上洛泉留下的字条 来方认为 丈夫是被黄某某害死了 对于这一说法 黄某某在电话中 向澎湃新闻称 他不清楚洛泉是否被举报 他没有举报过 对于其他细节 黄某某没有回应 建议记者向警方了解 直伯同称 他没听说洛泉呗 举报 业无上级部门来村委会调查举报一事 自杀田以沉默少眼 枪状物来源 不明洛泉家 盖有一栋三层楼房 平时一家三口住在这里 洛泉城 他们家的房子 在村里属于中等偏障 据大窝村村民介绍 大窝村有一些企业进驻 一年每个村民能分红三千元左右 洛泉今年54岁 其父母过世十余年 妻子赖会着 丈夫当存干部十余年 可悲挺好 自杀前没有跟家人交代任何事 他也不知道丈夫的枪状物是从哪里来的 此前也没见过 直博通表示 洛泉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狗辈也不错 从未听说他有枪或喜欢玩枪 据直博通透露 自去年换届选举以来 村委会工作不再由黄某某主持 洛泉和黄某某接触很少 两人很少说话交流 最近几月 直博通发现 洛泉有点隐藏 跨少了很多 派上去心情郁闷 释发后 怕洛家人报复黄某某 在村委会的同意下 黄某某某暂时躲了起来 直博通表示 当前 村委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善后工作 绝不能再出意外 直博通说 目前 洛泉的事件结果还没有出来 在村委会的努力下 家属最终统一将洛泉的遗体火化 并于8月15日下葬 聚职博通介绍 生前 洛泉主要负责村里经济方面工作 洛泉自杀后 为不影响工作 村委会曾考虑要不要增选一人和政府沟通后 最终决定不再增选 而是把洛泉所负责的工作分开给其他村干部负责 洛泉究竟为何自杀 直博通说不清楚 洛泉的家属也说不清楚 洛泉的女儿洛泉表示 父亲平时不会跟他们谈及工作上的事情 家属知之甚少 但父亲留下的字条明确指向黄某某 让家属认为这与黄某某有关 对于这起自杀事件 大窝村多数村民保持谨慎 已不清楚 不知情等方式回避采访 8月18日 华都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向澎湃新闻表示 目前 该事件警方仍在调查中 干ula效果行应连 Tabii看看 乱看 毱 та 乱看